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清梁大使 开示点第九段 我们把这个文拧一遍 九至首 佛之诸道 虽无量门 智慧上手 前面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接着看 能敬万恨 故应繁殖 能敬万恨 这一句非常重要 我们说佛 接受佛陀教会 目的何在呢 无非是在一切行闻当中的情景啊 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清净得到了 我们知道 清净里面一定有平等 为什么呢 不平等就不清净了 清净里面一定有真诚 虚伪不清净 真正里面一定有正知 迷惑不清净啊 迷惑不清净啊 真正的这个清净的作用 一定慈悲不清净啊 一个得到 一切都得到啊 在什么地方得到的 其心动力 一言语造作 其心动力 无量无边啊 一言语造作也是无量无边啊 所以叫万恨啊 无疑不清净啊 无疑不清净啊 其心动力清净 决定没有染住啊 言语造作也没有丝毫染住 这个古德就是凡治的佛 清净智慧啊 上手菩萨制守啊 我们所成就的 是清净智慧啊 智净体积 又若玻璃 明彻无染 所以这个世界 玻璃是 诸位必须也知道 在这个世界 玻璃没有发明 玻璃是很晚的时候才发明 在中国 古时候人用镜子 镜子不是玻璃做的 同坐的 同镜啊 同镜啊 是清朝中叶以后 是清朝中叶以后 这个时间呢 不过是 年百多年而已啊 那么佛经上讲的玻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水晶 现在叫水晶 古时候就叫玻璃 水晶透明的 确实跟玻璃一样 特别是现在 这个眼镜 有水晶的镜片 天然水晶 那不是玻璃 水晶 它是良性的 烟煮火 所以戴这个水晶眼镜 确实是保护眼镜 这个是常识 我们要懂得 今天这个七宝里面讲流利 流利就是现在我们讲的 水晶的水晶 绿色的玉 它也是透明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个大地 不是泥土啊 我们这个大地是泥土 石头 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个大地是流利 那我们现在明瞭了 那个地方人心好啊 人心纯净 纯善 人 确确实实 喜欢绿色的大地 我们这个世间 绿色的大地就有青草 那么草随着季节它有变化 秋天冬天就枯掉了 那个大地变成黄色不是绿色的 西方极乐世界人也喜欢绿色 大地是翡翠绿色的 绿色的玉 它不会变的 永远是绿色的 而且是透明的 地底下面就看得很清楚 经上讲黄金为地 那是铺的座路 道路它也铺得很整齐 道路是黄金铺的 我们这个世间现在的道路 大多数是没有铺的 西方极乐世界道路是黄金铺的 黄金铺 黄金太多了 从这一段呢 我们就能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 直到那边 直到那边铺跟铺 这个世界 那个地是玻璃的 就是水晶的 多么清净 这个清净 智清净 体清净 智是能变的 体是所变的 这是像大地之体 世界之体 所以它放光 明确污染 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 染污跟注意说 不在物质 物质没有染污啊 尤其是花眼所说的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碍就是染着障碍 离里头没有 四里头也没有啊 到底染污是什么呢 染污总不外 妄想分别之者 换一句话说 你有妄想分别之者 你就有染污 你妄想分别执着越严重 你的染污就越严重 诸位想想看 这个大陈经里头 佛常常教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虚妄怎么会染着呢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银 梦幻泡银怎么会染着呢 不可能造成污染啊 无人确确确实实实是在自己心里头啊 迷了啊 迷了就污染了 迷了之后再起妄想 妄想里头又起分别 分别里头又起执着 一重一重 深重的染污 深重的染污 起来了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麻烦 现在讲病啊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心病啊 他不是生病啊 但是 心病了呢 神也跟着生病 不但神跟着生病啊 你生活的环境 也跟着生病 环境的生病呢 就是今天我们讲环境污染 要知道 要知道 那个病根 是迷而不绝 治病 慧治的 高明的大夫 是从根本治啊 那根本治没有别的 把心地里面的污染 消除 心地污染 并没有痕迹 就是那个念头要转的 专迷 我又悟 污染就没有了 这次要求 从根本对治 那怎样转呢 怎样转呢 离不开说法了 离不开拯救啊 所以 空老夫子才会说 不吃饭 不睡觉 在那里面的思维 在那里思维 无疑啊 不入学 为什么呢 只有学 才能真正 帮你救 如果要不觉悟 那就是 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 都没有 什么利益 都没有 全是假的 不能解决问题 真正能解决问题 觉悟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 甚至于说教学 目的就是 破密开悟 破密开悟 才能离苦的路 最后一段 第十段 上方 上方 上手菩萨 称行手 前夫后夫 一道亲近 由自行善 故称悦闲 前夫 神善 神善 名号 的表法 前夫 已经臣服的人 后服 将来要臣服的人 说了个前后 当然 自然包括这有中间 中间是现在主 这就是讲这 设奉三世佛了 一道清净 我们在这个经里面 读过了 成佛之后 没有先后 没有成佛之情 设有先后 真正成了佛之后 没有先后 一道清净 为什么呢 究竟圆满的佛地 就叫做一道清洁 所以 他的境界 叫一真发解 有前有后 就不一了 不一就不是真的 一 测试这 那么这个一 一定要知道 不是一二三四的一 你要把它解释 一二三四的一 这个里面就有架杂 虽然真怎么样呢 不纯 不是纯真 架杂着有 不 这个不真的 意思在里头 那么这个意思 不得已而说 实实在在这个境界 说不出来 所以就用一个一 你一定要晓得 这个一是标法的 不是苏慕斯 如同佛经 大臣经里面 许许多多地方讲大 我们这个经体上 有大方广 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 也是在 言语道断 心形出灭 上 假立一个 名相 称他为他 不是大小的大 用这个来代表 法心 代表法界 没有大小 没有心厚 没有数量 数量不是真点 在佛法里面 数量是不相应心法 不是真点 一道情境 这是纯净 纯善 由自信善 这个善 不是善物的善 这个是佛经难懂的地方 往往我们一看到 一 就会想到一二三四 想到次第 那你就错了 你不懂他的意思 讲到善 我们就想到善物 人心本善 那个本善的是 把它解作善物的善 错了 在中国 叫同盟念的 扩本三字经 那个开头说 人之出 信本善 那个善 不是善物的人 习相近 性相近 习相远 善物的善 是习性 为什么呢 善物是相对的 是二法 真性是不二法 所以他里面讲的善 那善不是相对的 不是跟卧法对立的 这个意思 很深 教同盟 一进门 低堂阔 就把这个交给你 以后 你一生所学的 都离不开 这是根本 就如同佛法一样 你入佛门里面来 第一堂库教你什么呢 三规一 三规一 是圆满的信德 我们要用 谭经里面的讲法 就很清楚 很容易懂 不止于其误会 谭经里面 归一觉 归一阵 归一尽 能大师接着给我们解释 佛这觉也 法这正也 身这静也 叫我们归一的是 觉真性 这叫三宝啊 觉真性是信德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佛法入门 第一堂库 是教你这个 往后 你的一生地修学 修的是什么 法门无量无边 无论你 学习哪个法门 那这是方法门禁 修什么呢 修觉真禁 立觉真禁 就不是复法了 觉真禁是复法 圣人 教法众生 头一堂库 就把教学 总纲领 总连则 总的方向 传授跟 这个跟世间一般教学 不一样 有自信 有自信善 故称为心 心手 能知此行 是观察力 上方佛号 观察 观察智风 观察智 时候的智 无所不知 他在 他在 十八界里头 一阵 庄严 邪欲不消 他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在他眼目当中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 都有自信 自信善 自信善 就是三字经上讲的 本性善 这个善 就是佛 就是 发生菩萨了 你真的圆满了 所以圆满 你不善的吸气 淘汰 太静了 邪露出来的是 纯净 纯善 我们趁你做 佛陀 趁你做 如来 你把你不善的 吸气 淘汰的 差不多 但是 还没有到 纯净 我们趁你做 菩萨了 你是在 真干 于法能行 心结 行正 即使是三图 六道反复 你迷得很深 现在完全 不由 但是你的本性在啊 你自信里面 本来具足的 智慧 得向 一丝毫 没损失 佛在经上 成家 这一桩事情 再反 不解 没有减少一分 再胜 不振 即使你真到 究竟圆满的 佛骨 你自信里面 智慧得向 并没有增加一分 迷的时候 没有减少 振得 没有增加 不振不减 他对于 云云众生 他怎么会不恭敬 离尽祝福 光秀供养 他真正做的 确定 究竟圆满 佛语发生 菩萨了 凡复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 在哪里呢 迷而不觉 不知道 一切众生 跟祝福如来 无二无别 不知道 当然 更不知道 并伐界 虚空界 刹徒众生 是一个自己 都不知道 所以 他对于 一切人事无 他有分别 他有执着 这一起分别执着 他的心量就小了 纵然修功德 功德不大 功德的大小 完全跟心量成 真比例 绝不是在 物相上 你譬如今天修布施吧 菩萨布施 一块钱 那一个人布施 一百万 哪个功德大呢 那当然是一百万 这个要得到 政府的奖励 布施 一两块 没人理你 这是凡情 实际上怎么样呢 如果 菩萨布施 这一块钱 他的心清净 他的心量 跟虚空法界一样 他的一块钱的功德 等虚空法界 你看到他 为什么 清净 那个布施 一百万 他还有妄想分别之处 秦遂多 功德 功德很少 甚至于什么样呢 没有功德 他有负德 没有功德 这一桩事情 我们看到 大摩祖司到中国来的时候 跟梁武帝的一番谈话 就明白了 梁武帝是佛门大复发的 佛报大了 帝王 替佛教真的做了不少事 以他的权力 以国家的财富 为佛教建了 四百八十座 四月 够多的了 照顾几十万出家人 他是个总护法 大摩祖司来的时候 他把他做的这些事情 这个沉寂 展现给大摩祖司看 问大摩祖司 我的功德大不大 大摩祖司是个修行人 实话实说 没有妄语 跟他老实讲 并无功德 这一句话 梁武帝不爱听 心里面就气反感了 大摩祖司离开之后 再不见他 为什么 功德 能帮助你 聊生死出三界 破密开悟 是功德了 梁武帝所修的 复得了 出不了六道轮回 人听佛报 人听佛报而已 大摩祖司的话 说得不错 可惜呢 梁武帝不会听 果然会的话 这一句话呢 能提醒他 他能够把复得 转变成功的 他不会 他的情职 很深 所以大摩祖司 跟他在一起 话不投机 梁武帝也不护持他 他跑到 松山少林寺 去面皮 在少林寺 人家也不尊重他 把他当个 普通和尚看待 等了九年 才等到一个 灰果 传他的法了 这是给我们 很好的教训 凡是能够帮助你断烦恼 帮助你的清净心 功德 怎么样转佛德为功德呢 不着相就是功德 般若经讲的三轮体控 佛德就变成功德了 作相呢 作相修 俗修的全是福德 与功德不相干嘛 功德 功德 要是遇到三毒了 你的功德 立刻立刻就毁掉了 经上常讲啊 活哨功德 三毒里面取一个 成慧 你修的 再多的功德 一发脾气 功德就没有了 你修了一辈子 临命中时 有一点诚惠心 不高兴 你的一辈子功德都没有了 烧得干个凝凝凝凝凝凝 湖会烧啊 水会飘啊 风会把你吹走啊 碳是水 成慧是火 浴池是风 所以叫三灾啊 功德就怕这三灾啊 三灾来了 功德就没有了 功德是什么呢 最普通的说法 戒定会 这正经 这功德 吃戒有功 得定就是德 修定有功 开会是德 智慧开了是德 所以 戒定会 绝阵境 是功德 你们想想看 如果你还有贪心 你有没有 戒定会 你有没有 决定 你还有 诚惠心 你还有 愚痴心 没有了 自信 自信里头 虽然居足 一切功德 一切功德的总纲领 就是三学 就是三宝 三学 是戒定会 三宝 是决正经 你自信 本来居足的 现在 为什么射掉了 射掉就是因为 你迷了 迷些人 射掉的 虽然修 修得不错了 但是迷些人 又起现行了 他又没了 没有了 那这从头再来 经常讲的没错 你看祝佛成佛了 十成证据 修行人对于功德的时候 十成功德 六度 六波罗尼 无度 能修功德了 忍一度 忍如 能抱持功德 人能够忍 顺境 不贪 不吃 逆境 不成会 你的功德就保全了 你能保得住 你在顺境里面 其贪心 其贪心 其痴心 逆境里头 生成会心 你什么功德都没有 这个观察智 妙观察智 你看下面是 观察本性 常平等 这句话重要 这是真正观察智 常平等 永恒不变 平等是信德 那么不平 不平就是违背了信德 我们希望自己的信德 实时能够兴起 实时能够起作用 这个大乘佛法 你都修学最高的方法 为什么呢 平等性是佛心 人要常常存佛心 他这一生怎么会不做佛呢 当然成佛 人要常常存六度四摄心 这个人肯定成菩萨 常存平等 常常观察平等 观察平等就是看 一切有情众生的佛心 平等 无情众生的法心 平等 法心跟佛心是一个性 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 缘成佛道 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能够明白了 你要是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起贪心 勿归到我 常常有称惠心 有嫉妒心 地狱到我 有功高五慢心 好胜心 轻慢众生心 总觉得人不如我 修罗道 愚痴心 那是对于一切四理现象 搞不清楚 搞不明白 糊里糊涂过一辈子 出身道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介物 用神默心 你就晓得 你跟哪一道相应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 念阿弥陀佛 好 念阿弥陀佛 要念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心 平等 阿弥陀佛 平等 里头还有一个慈悲 普度众生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里头 清净平等 自卑 有没有 如果 深圣佛 深圣佛号里头 有清净平等 自卑 你是真念佛了 否则的话 口里头念的一句 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心里头 确确实实 没有平等 没有清净 没有慈悲 这叫有口无心 有口无心 不相应啊 古人讲的 含泼喉咙也枉然 你有这个形象 有这个声音 没有内容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 读到 阿弥陀佛 还有个名字 叫清净平等 我们念这句佛号 我们的心 是不是 清净平等 有名 要把实 引起来 深圣佛号里面 都有真诚 清净平等觉 这叫相应 古大德常讲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这个佛号里头 没有真诚 清净平等觉 不相应 不相应 一天念十万声 二十万声 寒破喉咙也往上 观察 本性 常平等 古 这个世界 叫平等世界 佛的德号 叫观察 至佛 那么这是把这个摄大段 摄方 海中 表伐的大意 解释出来了 清净后面还有总结 我们下一堂课 再来学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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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